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淡水北海岸的重点新闻 地方九合一榜公投大选在上周六落幕 在新北市第一选区的市议员部分 有七位候选人当中有四位当选 包括了国民党的崇伟杰、正代立香 民进党的郑宇恩以及五党籍的蔡景贤 而四位当选人中不只是在昨天开始接连的卸票行程 今天也接续在淡水各个站点来进行卸票 地方九合一榜公投大选在上周六落幕 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变动 而在新北市第一选区的市议员的部分 有七位候选人当中的四位当选 包括国民党的陈伟杰、正代立香 民进党的郑宇恩以及五党团结联盟的蔡景贤当选 而四位当选人不只是在昨天开始接连的卸票行程 今天也接续在淡水各站点来进行卸票 我想韦杰还是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所有我们淡水北安地区 相信民众对韦杰的肯定跟支持 那韦杰接下来就是要进行所谓的卸票之旅 那我想就是在韦杰过去在竞选期间走过的地方 韦杰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去跟大家一一的道谢 我想大家赋予我的选票就是一个责任的开始 所以韦杰也必须要以最诚挚的心来感谢他们对韦杰的肯定 这几天包括昨天跟今天我们都有车队扫街跟站街口来卸票 那当然就是为了感谢乡亲这几十一百天的支持 让我有机会再度连任市议员 然后继续用宇恩的专业来为大家打拼 然后来服务大家 那我相信选民给我的肯定 宇恩一定会更认真更努力 陈伟杰说非常感谢过去支持他的选民 他也承诺未来一定会提出他的证件一一的实现 而另外郑宇恩可以说是在大环境下拿下不错的成绩 他说过去所做的大家都看得到他也相当支持 而另外蔡景贤也在今天启动另外一波的卸票行程 市议员第一选区陈伟杰 以两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票 还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一六的得票率 拿下了最高票 而第二位则是郑宇恩 两万九千零四票 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六的得票率 再来是两万三千零七十四票的正在立香 得票率是百分之十八点九 而其次则是两万两千零九十六 得票率百分之十八点一的蔡景贤 这一次选战呈现两组高低分明的得票数 各个市议员当选人也期盼在往后的四年 可以为这地居民做得更多 记得是段一都是三万八道